首先这个训练是临床工作者限定 MBSR没有 MBSR基本上17岁以上 他成熟度购就还行 那在学习的重点方面 这个MBSR比较是一个全方位的自我觉察的训练 临床训练比较没有那么多 本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花那么多时间 很多人就会问说 那我来上这个课程 那我为什么不去上MBSR正念减压 或者是你之前已经上过MBCT正念认知疗法 我到底需不需要上过 或者是我上过了 这个对我还会有帮忙吗 所以这个课程是说 其实并不需要有正念减压MBSR八周 或MBCT的基础 但是如果你有上过的话 那当然也是很棒 所以学习的目标呢 我们是一个中量级的自我照顾 轻量级的带给临床的个案 但是在MBSR这边 我们就是大量 而且多面向的跟自己产生连接跟关照 上课结构上面 我们总时数是24小时 那10小时做大量的自我觉察训练 大概14小时左右 我们会做带领的训练 有些时候上了觉得很棒 理论基础好棒 但是没有办法运用在临床上面 所以这个课程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我们学习很高质感的 但是是轻量级的正念带领 我会把它形容说它是一个实物性很强 做Hands on 就是我们可以实际来操作 甚至是边做边学的 在实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有军媒 小花还有我 我们可以大伙一起来做讨论 那我们会需要大家回去跟自己的个案做 或跟自己的病人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只收真的有在临床工作的伙伴 因为我们要邀请大家回去实作 如果你只是概念上知道 你没有人可以操作的话 那就可能实际还不够 带给个案的比例 在这个临床专训的训练 我们是大概58%的目标课程是放在这边 42%左右是放在自我觉察 那在MBSR的培训本身 它整个全部30个小时都在做自我觉察 但是在里头 我们是完全没有带给个案的目标性在的 那再来就来到MBSR 私自培训跟这个本专训的差异 那一看就知道差很多 很不一样的结构跟概念 那受训的时数一看就知道差很多 差快要10倍 进来MBSR私自培训 它是一个进入最高阶的 大概所有的政见训练里头 没有比MBSR更困难的 在整个全球的MBSR训练里头 大概只有华人政见解压中心 的课程量是最重的 我后来曾经跟一个博士聊到 我就说我们不是傻了就是笨了 那要不就是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理念 坚持一定要 那当然是第三者 我们当然既不傻也不笨 但是我们真的有很强烈的理念要坚持 我们坚持要让大家能够学得好 然后用得出去 你能够把这个转换成 你自己日常的生命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多谢 三人生的一个人